前两天这个人民币汇率跌的比较低,跌到了这个最低,跌到了7.36,那这两天有所回升 那么无论它这个跌也好,回升也好,长期的这个博弈呢,现在都是在7块钱以上 什么时候能跌到7块5,是吧 甚至超出8块 可以说大家心里都没底,但它是一个趋势,因为7以后就没有底了 7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方向 那么人民币跌的过程中间,我们实际上还要关注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股市 大家应该知道,股市的盘子呢,其实并不大 但它很容易让许多中国的中产阶级感觉到心惊肉跳 现在已经波及到外面去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是 香港的股市遭到了历史性的抛售 有几百万强制公积金的这个雇员,政府雇员 损失了大概有人均8000美金 那么还有两个东西呢 就两组数据 大家应该关注一下就是 关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到底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本账 这几年房子越来越不好卖了 得往下调价 我知道的朋友 从2019年到现在 房价已经下调了30% 但是还没有出售 那么房地产总值是多少呢 网易自己有过一个报道 大概是65万亿美金 那么我看到了推友们发出来的一个报道 估呢 是估的总值大概70万亿美金 这个上下不是很大 中国的GDP呢 按他们自己的播报 大概是17万亿美金 这也就意味着两者 相差四倍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庞氏骗局 是这样说的 日本是3.9倍的时候 泡沫破裂的 而且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就是这房子你买了也就70年 况且我们拿到车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70年了 对吧 那么房市和股市在中国 可以并称为两大 计判油资的蓄水池 尤其以房市为主 那么最直观的 房价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股市的波动 这三个东西 牵扯着许多中国人的心 其实也牵扯着 统治阶层 就是西方他们这伙人 那么他们现在把 李克强他们这帮人 非无利用 让他们在下台之前 再推出一些政策 那么通过推出的这些政策 看看能不能稳定大盘 无论是哄骗外国人 还是哄骗本国人民 我们连续看到了出台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关于什么呢 第一个是关于这个 吸引外资的 中国暗示 可能对外国企业放坏防疫限制 实际上呢 最近几天 我们看到的信息是 在进出境的问题上 好像有一些波动 原先比较顺畅的一些机场 现在逐渐有人发出来视频 发出来自己的亲身经历 根本就没什么多余的问话 非常顺畅 给人一种感觉好像 疫情防控已经结束了 这个又可以自由出入了 那么第二个呢 是针对本国人民的 李克强在二十大刚开完 就签署了国务院令 促进工商 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这些东西大家都应该知道 原来吹这个 促进民营企业是吧 后来总觉得好像跟 西方说的这个 做大做优 做强国企 有点对冲 所以现在又把 个体工商户这个问题 拿出来重新 再说一说 那么对外 哄骗外国人进来 对内 安抚民心 实际上也是他目前的一个需要 二十大开完呢 只是党的 结构上的调整 那么政府间 大家知道还有五个月 到两会召开之前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其实在于 他们今天出台的政策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那应该来说 好的效果不是完全没有 譬如说 德国人还抱着一丝幻想 德国人刚刚有两个具体的动作 一个是关于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汉堡港的 那么关于汉堡港的这个交易 目前 它是这个 同意了 德国有多个部门 希望能够否决这项交易 但是 总理支持 苏尔斯在别的地方 不坚决 在这个问题上很坚决 因为他十一月份就要访问中国 其实还有一个 更令人感觉到惊讶的东西 就是柏林计划批准 中国收购德国的 芯片工厂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美国 德国 日本 这几个在半导体发展的 行列中 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其实后来这个 日本和这个 德国的重要性 尤其是德国的重要性 降低了以后 英国人的重要性增加了 河南人的 创业也增加了 这个 但终归 德国也是半导体工业的一个重镇 那么在其他国家陆续 否决了中国购买芯片厂的一些措施以后 德国人 发出这种消息 其实也是非常令人感觉到惊讶 那么这些东西都让你感觉到一点 今天这个世界有点看不明白 是吧 为什么还有人 在犹豫呢 这跟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形态是有关的 德国一直追求工业4.0 就智慧工业 他们要把自己手上 掌握的一些 工业2.5的东西 尽可能卖出一个好价来 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全盘吸收的 其实只有中国 那么德国也有很多厂商在中国的利润 已经占到他们企业的25%以上 甚至占到了40% 这也就意味着德国经济如果要在 欧洲面临困难的情况下 继续保持稳定 其实他只能选择一个敌人 就是在大家都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抵抗 还有一个类似于同盟性质的情况下 他们就被迫要放弃对中国也态度强硬 对德国人来说 这是目前对他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因为大的气候还没有达成 与普京之间的这种和解 这也就意味着 德国人在欧洲能做的很少 那么只能把眼光放到亚洲 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 他们在自救 性质上也是在帮助中共 稳定住他们的基本盘 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 外汇越来越少 然后与世界各国的贸易 未来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股市因为大家没有信心 所以出现了暴敌 而且是非常突兀的 其他这个股票交易市场 没什么波动 但中国在低 然后呢 房地产这一块 大家应该知道 房地产真正能够上市交易的 其实主要是城市部分 那么他们也是占这个房地产总量 比例最大的 最值钱的 但是二十大开完以后 很多人在想着测 而且有一个空窗期 那么卖房子 脱离人民币资产 成为一种本能求生的措施 那么在这些大的环境之下 中国政府一边希望能稳定国际社会 最起码对他们抱有一定的希望 另外他也要稳定国内的证据 因为他还在调整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政策 其实都是不确定的 真正能够完全明朗化 可能要到明年四月份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观察的点比较多 但如果深陷国内的 其实最好的办法 还是尽可能摆脱人民币资产 记得千万不要投资 这个时候不是你挣钱的机会 而是你抓紧手上的现金 尤其是能换成硬通货的东西 如果在今天的中国 还对未来一边抱有希望 一边把钱源源不断的变现资产 存到银行 其实都是非常不适合的做法 谢谢大家 再见